1980年 两名歹徒在郑州抢劫杀人后消失 一介上衣让真凶浮出水面 1980年11月15号 郑州的天气已经变冷 在郊区关虎屯的街道上 全是被风吹过的落叶 环卫工人们正努力地打扫 伴随着一辆公交车到终点站 乘客很快从车上趁着懒腰下来 大多数乘客都到行李舱那块 等着司机开舱门 这好不容易上趟城了 必须得大包小果地装个够 那么在这一群人里 有两名年轻男子显得与众不同了 他们没什么行李 下车后开始到处张望 看到街道旁的银行储蓄所的时候 明显定了定神 所谓的银行储蓄所呢 没有现在的银行那样 恢宏大气 就是一个三间的小平房 由于储蓄所中午休息 门还是关着的 顾客们便在门口 等待营业时间开门 两名男子相对自觉 排到后头 等到下午 储蓄所到了上班的时间 门打开了 在外面等了许久的顾客们 余广而入 办理业务的窗口一共两个 遵循女士优先的原则 两位男子 站在其中一名中年妇女的后头排队 等妇女取完了钱 也就轮到他们了 办理什么 伴随营业员发问 其中一名年轻男子 啊 存钱 说完他拿出五块钱 丢给营业员 然后他嘴里嘀咕 一个月存上五元 一年就是六十元 姓名 张平 由于那个时候存款呢 不需要身份证 营业员开始填存钱卡片 这时另外一名女青年 在隔壁窗口存完了钱 向外走 当她离开储蓄所以后 另外一名年轻男子 顺手把储蓄锁的门关上 几乎同一时间 刚才在办理业务的年轻男子 抛出了枪 二话不说 将营业员打死 与此同时 关门的歹徒 已经冲向对面的套件 他和另外一名营业员 发生搏斗 之后拿枪男子赶过来 将这名营业员杀害 由于是白天作案 两名歹徒 担心警察快速赶到 在仓皇当中 只抢走了924元陷阱 然后退着营业厅内 自行车向外走 之前那名存完了钱 走出不远的女青年 听到储蓄锁响起的枪声 便扭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不要紧 正好看到一名犯罪分子 推车出门 四目相对 歹徒抬手就是一枪 索性没有打中要害 只擦上腹部 女青年一看情形不好 当即一手捂着腹部 一手扶着车 快速离开现场 歹徒呢 并没有追赶 早了一会儿 女青年再回头 两个歹徒已经骑上了自行车 向郑州市区的方向骑去 案件发生后 主持省公安厅日常工作的 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广 接到报案 一方面通知刑侦处长 带领侦查 技术人员火速赶往现场 以免使匆匆登上汽车 迅速赶至案发现场 经过技术人员现场勘查 这明显是一起恶性犯罪分子 持枪抢劫杀人案件 现场一共是子弹科7枚 子弹头5枚 经检验是伯克和武一式手枪所留 另外一条重要线索 是案发现场 有两种犯罪分子的鞋印 一种是鞋底花纹 乘树叶状 乘29厘米 推测是一种青年式磨牙底皮鞋 另外一种鞋底花纹成O型 后跟成细横条状 推测是布面型塑料底鞋 根据现场观众提供的线索 两名犯罪嫌疑人 是骑两辆自行车逃走 李广意识到案情重大 如果无法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 很有可能会继续抢劫杀人 因此他一方面组织公安厅和郑州市公安局干警 进行追捕 另外一方面 他赶至省委 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赵文甫书记 报告案情 赵书记听到后十分气愤 1972年 郑州发生七七特大杀人抢劫银行案 搞了几年也破不了 八年后的今天 郑州又发生杀人抢劫银行案 你们一定要认真观测 执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 尽快破获这起大案 这是对公安工作的严峻考验 李广迅速调集有关部门精兵强将 组成郑州1115杀人抢劫案专案组 由李广亲自挂帅 全力侦破 专案组成立后 立刻展开内查外调的方式 寻找更多线索 侦查人员对亲眼目睹犯罪的职工群众 进行了详细调查后 很快得到重要线索 两名歹徒年龄都不太大 都在25岁左右 且身高都在1米7以上 相对偏高的歹徒 身高在1米75左右 身穿黑泥上衣蓝色裤子 黑色皮鞋 带着一个黑色墨镜 且背了一个黑色人造格梯包 另外一名相对较矮的 身高也在1米7左右 穿了一身褪了色的工作服 脚上一双布鞋 跨了一个黄帆布的跨包 除此以外 有一名路过群众听说 他在听到枪声后 立刻开向储蓄所 这时发现 有一人从储蓄所内面 掀起窗帘向外看 在省水利厅工作的两名吹噬员 也看到了歹徒 据他们说 看到两名年轻人 从储蓄所推自行车出来后 骑车向郑州市内方向投窜 根据群众们提供的 凶手体貌特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现在的郑州啊 已经是国家级中心城市 新一线城市人口上千万 但在1980年 郑州总人口只有138万 城市人口85万 不算太大 是可以不空的 专案组当即组织 省市公安民警 带领维护治安的相关人员 对火车站 汽车站 公道路口 旅设和饭店等场所 进行排查 除此以外 公安机关还适当公布案情 发动群众提供犯罪线索 很快 公安方面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在案发当晚 东方红电影院存车处的工作人员 在火车站附近 发现被犯罪分子丢掉的两辆自行车 而这更加印证 专案组成员之前的推测 犯罪分子是 作案后要逃离郑州 很快 郑州铁路分局 共断以民工反应 在案发当日下午四点 在火车道转盘处的一个厕所里 他发现了一个 黑色人造格提包 提包当中 以黑色泥子中山服一件 保温杯一个 专案组的同志 又找来 目击过嫌疑人的群众来辨认 证实 这的确是歹徒 作案时穿的衣服 专案组同志 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 这是犯罪嫌疑人 在作案逃跑途中 为避免被抓 改变装束 将容易辨人的东西丢掉 那么在找到 关键性证据的同时 专案组同志也都意识到 犯罪嫌疑人 已经乘坐货车 潜逃出郑州 中国最早实行 实名制购票 是在2010年之后 直到2012年 在全国实施 这也给犯罪分子 潜逃 留下空子 如果说这是今天的案子 那么只要通过 物证上留存的DNA技术鉴定 就可以轻松破获此案 然而在80年代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样的 行侦技术 更没有监控视频 这种东西 在行侦技术落后的年代 更多依靠的是 侦查人员的经验 所以乙物找人 便是专案组工作的重点 通过犯罪分子 逃窜时 所留的黑泥上衣和保温杯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专案组的同志 即刻组织郑州服装研究所 及全市服装厂技师 对黑泥子上衣进行检验 专家技师们 通过上衣的颜色 材料 饰样等工艺情况 认为这款黑泥上衣 在河南穿着比较少 应该是山西太原 陕西西安一带 居民穿的服装 但这个范围有些大了呀 想在山西和陕西 两个省份招俩人 那无异于大海捞针 于是专案组的同志 将希望放到保温杯上 并且号召群众 积极建言宪策 希望找到线索 郑州小百货批发部的 一名采购员 在查看保温杯后 表示他在1979年 徐州小百货展销会上 见过这样的杯子 应该是山西推销的产品 河南没见过 那很多厅官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批发部的 采购员会知道 河南没有这样的杯子啊 当时呢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 但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 还存在统购统销的现象 类似保温杯这种产品啊 需要到小百货采购部去购买 然后再批发给小百货商场进行售卖 黑泥子上衣保温杯 原产地都有山西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和山西 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专案组通知又查询近期公安部发出的通报 发现在此以前 山西太原 大同连续发生盗窃 抢劫杀人案件 根据当地警方获得的线索 都是二人合伙作案 手法上和郑州1115抢劫杀人案 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这一点呢 也再度印证了专案组之前的推测 犯罪嫌疑人 很有可能在郑州流窜作案 然后乘火车逃回山西 专案组即可派技术人员 带1115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壳 脚印等物证 到北京126研究所 进行痕迹鉴定 经公安部鉴定 认定郑州1115抢劫杀人案中 犯罪分子使用的枪 与太原1022枪杀民警案 大同1010新华街银行储蓄所 抢劫杀人案中 犯罪分子使用的枪之一致 一把枪使太原灯泡场武装部 10月3号武一市手枪被盗案中枪支 另外一把是山西茅峰长保卫科 1031号伯克枪被盗案丢失枪支 那么在经过案发现场所留的 鞋印和花纹对比认定是相同的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 1980年12月3号 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庆明 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梁生林 两个领导带队率领十几名公安干警 赶赴太原 在公安部工作组统一的指挥下 河南警方和山西警方联手办案 有了山西警方的帮助 再对物证进行调查 那就容易多了 围绕歹徒在郑州遗弃的物品 干警们随即开展 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 首先保温杯 太原玻璃厂对保温杯进行了解验 认定该保温杯是该厂产品 根据产品编号 表明这批货销售在本省 其次 太原茅房厂产品质奖员 对黑泥上衣进行鉴定 认定这件衣服是该厂1978年产品 主要在本省内销售 随后警方又组织太原服装研究所 及各服装厂技师们座谈 以前的服装和现代服装生产上 有很大差别 现在是机器制作 能够做到工艺完全相同 而老百姓以前呢 都喜欢到裁缝那去定做衣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 机器统一生产的服装越来越多 款式越来越多 大家才更倾向于到商场试穿后 直接购买 那么可以说 在80年代的时候 都是手工牌的服装 一般是服装厂把款式定了之后 让防任师拿去家制作 因此这些衣服上是有个人的烙印 这给破案留下线索 服装厂的技师们仔细地观察衣服样式后 认定这件衣服虽然是毛坊厂技师剪裁的 但在手法上很特别 认为这件衣服像是南方缝纫工人做的 有了这一条线索以后 公安人员立刻在太原地区寻找南方来太原的缝纫师傅 经过细致耐心的调查 终于从一个南方来的个体成衣店中了解到 山西毛坊厂附属执清厂 有个南方很会剪裁毛料衣服的人 叫闫家龙 二十八岁 江苏省太兴县人 十二月八日 公安人员来到闫家龙的住处 在说明来以后 出示了那件黑泥上衣让击别人 闫家龙里里外外看完了衣服 呃 这衣服是我做的 我有自己特定的做法 衣服翻面有明显曲线 左上头的鼻口处有一块毛泥布料 特别是这件衣服我修改过两次 修改的方法是上海师傅教我的 本地人不会做 这个线索无疑是突破性的 直接让办案的公安感到震惊 于是当即问他 记不记得给谁做的 由于这件衣服前后找过闫家龙两次 所以他对顾客印象很深 啊 这人是本院李永生留过来的 李永生说姓朱 哎 对了 这姓朱的女朋友 跟我姐姐住一个楼啊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很快查明 做衣服的人叫朱永昌 为了不会打草惊蛇 公安人员很快对李永生和朱永昌进行调查 二人年轻都在25岁左右 因此将他们当作犯罪协议人调查 经调查后发现 李永生和朱永昌关系一般 只不过是认识颜家龙 所以才把朱永昌领去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在郑州1115案发时 二人都在太原 没有作案事件 因此否定了合谋作案的可能 在对朱永昌进行调查后 公安询问黑泥子上衣哪儿去了 这不提还好 一提他来了气了 哼 你说那件衣服啊 我吃大亏了 李永胜跟我说姓杨的做衣服好 可我做完了穿着不合适 找完改两回还不合适 最后没办法 赔钱转让了 当时毛腻料子是好料子了 他用50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同工厂一个车间的工人 叫范兆年 公安人员当即对范兆年 当成嫌疑人在暗中开启调查 很快得到重大线索 从作案时间的角度 太原三起倒枪抢劫杀人案时 这范兆年均在太原 而大同郑州发生抢劫杀人案时 他本人又不在太原 除此以外 还有两条重要线索 都指向范兆年很可能是凶犯 一 范兆年曾因盗窃受过打击处理 有人反应他有枪 而另外一条线索 是范兆年有一双青年式压底皮鞋 这和115案件现场 所遗留的鞋印是一致的 在通过郑州案发现场 目击群众描述的体貌特征 进行对比 也有很多相似处 那么再加上黑泥上衣 公安基本上能够锁定 他便是作案凶手 为此 专案组将范兆年列为重大协议对象 并承报联合指挥部批准 于12月16号下午 依法拘捕范兆年 在拘捕范兆年的时候 公安得到情报 范兆年在家中睡觉 因为知道范兆年可能有枪 为避免发生枪战 公安人员先是做通了范兆年 姐姐的工作 让他以父母有病为名 去范兆年家敲门 范兆年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 他开了门后 又懒洋洋躺回床上 趁着门没锁 公安人员即刻冲进来 范兆年警惕性很高 见到公安人员 随即掏枪进行射击 索性公安人员应对得当 在范兆年开了一枪后 便被公安制服 顺利将其捕获 带回审讯 范兆年一直认为 自己作案天衣无缝 胆子是越来越大 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正在他脑海里想着 什么时候能再盖一票大的 却被公安局抓获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让他暴露身份的 便是他随手丢弃的大衣 除此以外呢 由于公安知道 范兆年是和同伙一起作案 当务之急 是要把他的同伙 共同抓捕归案 可是询问范兆年同伙身份 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颇奖江湖一起的范兆年 却始终不肯交代 之后 在公安人员 加紧心理攻势后 范兆年在17号凌晨3点 将同伙刘廷生交代出来 侦察人员当即赶到刘廷生住处 将刘廷生抓获 原本他们还想抵赖 但在大量证据面前 他们不得不交代作案经过 11月14号 他们从太原城火车 前往郑州 于15月7号 到达郑州车站 然后他们乘坐了一辆公交汽车 到达终点关护囤 发现这有一家银行储蓄所 由于之前就抢过银行储蓄所 他们对这种地方相对了解 菜点后 于当天下午进行了抢劫杀人 于是呢 这边有了文章开篇的一幕 在光天化日之下 范兆年刘廷生 公然持枪抢劫银行 并杀害两名营业员 打伤一名群众 在逃离储蓄所后 他们赶往郑州火车站 逃跑途中 范兆年担心被人认出 于是将黑泥上衣脱下 装紧背包 那么再穿上一件 早已准备好的军大衣跑路 在骑乘自行车道双塔的时候 他们发现一些公安骑摩托车 向关护屯方向奔去 知道警方很快会返回郑州 因此 他们抓紧时间赶到火车站 将自行车 丢到火车站附近的存车处 从一个遍门进入火车站 后嫌背包碍事 将背包丢进厕所 然后 拔上了郑州至太原的火车 回到太原 在搞清了郑州1115抢劫杀人案后 警方乘胜追击 迫使范兆年和刘廷生 将自己从1980年4月到被捕前这段时间 作案情况 全部交代 这不说不要紧啊 说起来 让警方都感到吃惊 原来这俩人呢 除了在警方推断的太原大同地区作案外 还在济南 鱼次 苏州等地 作案供16起 警方通过梳理之后发现 二人在犯罪活动中 打死9人 打伤6人 通过盗窃 抢劫 各种手枪5支 子弹500余发 现金5800余元 至此 17桩悬案全部得以告破 两人很快被判处死刑 并立即执行